同学们好 我们现在开始和大家一起学习第一边 审计基本原理 我们在讲每一边开头的时候 首先呢我们先把整个这一边的导读 给大家呢做一个介绍 我们先要熟悉一下 就大概知道我们这一边都要讲哪些重要的知识 命题上有哪些规律 这样呢我们就能够有地方诗的来学习这一边的每一章的相关内容 那我们现在呢就看一下第一边审计基本原理这一边的导读 这一边呢我们他就是按照我们注册会计师的财务报表 审计的过程从理论上来介绍的 所以在这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注册会计师财务报表审计的过程最简单的给他概括 就是首先我们接受业务委托 然后呢我们制定审计计划 然后再执行计划 而我们执行计划呢我们的计划有什么呢 这个识别评估财务报表的重大错报风险 然后接着针对识别出来的风险 我们应对这些重大错报风险 目的就是把报表当中的重大错报我们给他查出来 使得审计以后的报表当中 不含有影响报表使用者判断决策的那种重大 那种重大的错报 这样我们就做到了一种合理保证 报表不存在这个重大的错报 那这样呢我们进而形成我们的审计结论 以审计报告的形式来提供给我们报告的使用者 这就是我们财务报表审计的一个基本的 或者一个简单的过程 实际上我们采用的就是风险导向审计了 是不是啊 所以我们在这一边当中就围绕着什么 这个财务报表审计当中的一些基本理论进行介绍 所以介绍了实际上我们审计 就是把理论和食物有机的结合在一起的 因此大家呢把审计的基本理论掌握好了 后面我们把理论运用到食物当中去 你学食物就有一个好的基础了 我们相当于在这是打基础的阶段 所以这一边就非常重要 这一边我们讲的也会相对比较细 同时呢我在这也给大家打个预防针 在学习这一边的时候 有些内容大家可能会觉得 因为它涉及到理论会觉得有一定的难度 甚至觉得抽象枯燥都会有这种感觉 但是不要担心 你就接着往下学 学到食物了回过头来再学这个理论 你会怎么样慢慢就会把理论和食物融会贯通 再看这些理论你就不觉得枯燥了 也不觉得抽象了 所以在这呢我们把这个过程 我们财务报表审计的这个简单过程 我列了什么 以这么一个程序图的形式 大家可以看到 那我们首先是接受业务委托 是不是啊 接受业务委托 这在我们报表审计当中 我们财务报表审计当中 有一个初步业务活动 初步业务活动的目的就是确定我们 承接还是不承接这个业务 如果承接那我们就会签订和客户签订 审计业务决定书 签约了业务承接了 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制定审计计划 在我们报表审计当中 我们先定的是总体审计策略 大的方向 大的原则 大的重点领域 然后主要的资源配置 所以那我们制定总体审计策略 制定总体审计策略当中 我们要确定重要性水平 重点审计领域 以及资源配置 这些内容 我定了大的方向了 然后接下来 我们就制定具体的审计计划 并按照具体计划去执行 但是具体计划也不是一蹴而就 一下我把所有的计划都定完了 然后去执行 不是我们分阶段的 首先我们会定出来风险评估程序的什么 审计计划 而且执行风险评估程序 目的就是识别和评估报表的重大错报风险 因为报表不一定哪哪都有重大错报 那我们通过风险识别的风险评估程序 了解被审单位及其环境 我去识别报表当中哪些报表项目 哪些交易哪些认定 有重大错报 可能有重大错报 或者含有重大错报的几率比较高 也就是说我去识别评估重大错报风险 接下来我们在制定怎么样啊 控制测试程序的计划并且执行 我如果打算做控制测试 是不是啊 那我就会定 这个控制测试实际上就是被审单位的内部控制 我们因为在风险评估程序当中 我们了解内控浪 对内部控制了解以后 如果相对比较满意 因为大家这点知识应该有的 一个企业一个被审单位 它的内部控制如果设计运行的越好 它就能够有效的防止发现纠正错误 就对报表的可靠程度 就能够有效的把报表怎么样啊 防止报表出错 防止出现舞弊 是不是啊 所以被审单位内部控制 我们了解的说如果比较满意 我们就会做什么 控制测试 我就会制定控制测试程序的计划 并且执行控制测试 目的就是确定相关控制 运行是否有效 因为设计的好不好 是否得到执行 我们在风险评估程序当中了解 被审单位及其环境就完成了 那它设计的好 也得到执行了 但是运行的效果未必能达到预期 如果我现在通过控制测试 证明这个内部控制 我打算信赖的内部控制 它的运行的有效性达到预期了 它就能够有效的防止发现纠正错误 报表的可靠程度就上来 它的重大挫护就会比较低了 就能够有效的遏制这个风险 所以进而我们就可以进入到什么 实质性程序的计划的制定 以及执行 我们就会怎么样 内部控制好 我就做简单的 相对简单一点的实质性程序 设计和执行 如果我们做了控制测试 结果不满意 光看着表面上设计的挺好 好像运行了 实际根本没有有效运行 那我这时候实质性程序 就会做的怎么样 就会提高要求了 就会加强实质性程序的 它的性质时间安排和范围 就会提高要求 目的就是怎么样啊 来真正确定重要的账户交易 及其相关认定 是否是什么 恰当的 是否含有重大挫暴 还是不含有重大挫暴 我就要对相关认定得出结论 那这样呢 我们实际上这些工作都做完了 我们就可以一总结 是不是啊 一会总完成审计工作 最后对财务报表 整体出具审计报告 这就是大家就可以看到 从我们接受业务委托 到定计划 到识别评估风险 应对风险 这是识别评估 这两个控制测试和实质性程序 是应对重大挫暴风险 最后形成结论 出具报告 那这里面 大家呢 就还可以看到我们在做控制测试和实质性程序的时候 我们可以运用抽样的方法 实际上我们要想形成结论 最终出具报告 形成意见 我必须要有什么 我必须要有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没有证据是没有发言权的 对不对啊 我必须要有充分 我说你这报表有重大错 你哪错了 你这收入不该确认 你多确认了一个亿的收入 那你得有证据啊 是不是啊 所以我们得去获取充分适当的证据 把我做的这个程序 获取证据的过程 我们形成编制工作底稿 当然了 在整个的审议过程当中 因为被审单位 可能是信息技术的 是不是啊 信息技术 现在运用的非常广了 所以我们要充分考虑 信息技术对我们审计的影响 我们应该如何去怎么样啊 我们重点领域怎么定啊 如何做风险评估程序 如何做控制测试 如何做实质性程序 获取证据上的要求 编制底稿上的要求啊 这些呢 我们都会考虑信息技术的影响 所以大家呢 就可以看到 那我们在这个整个的 这个报表审计的过程当中 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么一个过程 在这过程当中 含有了我们的基本理论 这个像我们风险识别评估和应对 就涉及到我们第一章 要涉及到的管理层的认定 审计目标的确定 是不是啊 那我们约定书 是不是啊 初步业务活动 定约定书 制定总体策略 制定具体计划 这些就是我们第二章要讲的计划 审计工作 获取审计证据是我们第三章要讲的审计证据 抽样是我们第四章要讲的审计抽样 然后考虑信息技术的影响 第五章要讲 工作底稿 第六章要讲 所以当然了审计报告 我们后面单独有一章 从实物的角度来讲报告 大家都知道这些工作完了 最后完成审计工作 出具审计报告 所以大家就可以看到了吧 我们的理论和实物是紧密的结合在一起的 那我们这一边的命题规律呢 这一边啊 命题是非常灵活的 各种题型单选多选简答综合 是不是啊 当然了 在这一边当中 涉及到单选多选是一定会有的 而且量不少 另外在这一边 我们很可能会涉及到一个简答题 比如说韩正 是不是啊 获取正比当中的韩正啊 是不是啊 有可能结合着我们应收账款的韩正 银行存款的韩正等等 就可能会考我们韩正的简答题 此外呢 我们的这个综合题 几乎每年 我们在考综合题的时候 那这一边 像我们认定目标理论呢 是不是啊 而且像抽样 经常在我们综合题当中 涉及到其中某一个资料的一两个事项 可能就涉及到我们的抽样 所以大家呢 就可以看到这一边 命题非常灵活 各种题型都可以出 而且关键是 我们它通常这一边 就这一边这六张 占的这个分数 都会在20分以上 我们说是20分以上 还是比较保守的 没准这一边 这六张 没准合在一起 会有30分左右的 这个分数 都是有可能的 因为在这一边当中 有的张呢 可能涉及到的分数少一点 有的张 比如说第三张 我们不出客观题 我们就出一个简答题 那它就五分了 是不是啊 然后这个 我们其他的各个张 是不是啊 在单选题 多选题 然后呢 在综合题当中 再涉及到一些 所以合在一起 那我们涉及到 我们这一边的点 20多分 甚至30分都有可能 而且出客观题 这一边可能难度并不高 无论单选多选 只要我们掌握好了 应该说难度不高 更主要的就是 它有难度的地方 就是什么 把我们这一边当中的 理论知识 在掌握好理论知识的前提下 要怎么样啊 要尽可能的和食物融会贯通 这是一个非常高的要求 也是我们考试的时候 你能不能顺利通过 如果你理论是理论 食物是食物 那这时候 在考简答题和综合题 在应对这类题的时候 你就会比较吃力 甚至个别的客观题 我们都会有简单的 理论和食物的结合 你会有点吃力了 所以如果你理论和食物 融合的程度很好了 已经融会贯通了 那在简答题和综合题当中 我们就会比较顺利的来应对 那应对的比较好 那我们可能就会得到什么 就及格就问题不大了 这是大家能够明确吧 我们这一边的导读 和我们这一边的命题规律 下面呢 我们就把这一边按章 来给大家介绍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